這是老頭子做的燈箱 然後我們請某一位同學他做的樣本來這邊 這個是上週 可惜可惜到這一塊 這個是上週 夥伴可以幫我把前面的燈關掉 全部關掉 會比較清楚哦 錄影會比較清楚 但其實等一下我會打開哦 好那 看到這些是 這個是培養機裡面的 這是純洋菜膠 純洋菜膠純碳氫 對不起 它就是碳水化物 沒有氮氮菌 沒有氮氮菌的時候它不會長 都不會長哦 那 上週就是讓大家來練習化現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讓大家練習化這個 這是大腸杆菌 那依老人家的經驗 看起來它本身的那個還蠻均勻的 也就是說它沒有污染到 可能就是純的大腸杆菌 純的大腸杆菌 好再來更精彩的是這個 好 好這是另外一個夥伴測試某一種樣本哦 我覺得很棒就是這些東西 那請記得哦 不是說 這些樣本本來就這麼多微生物 是因為 看不到 我鼻孔有阿雲鼻孔 歪一歪都是微生物 但是它數量非常少 數量非常少 你眼睛看不見 眼睛看不見 必須讓它吃飯吃飯吃大 吃大顆以後 這個養分裡面有 這裡面有養分的話 它會變很大顆 那 傳統的理論 你看到的一顆就是有一個菌 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 這樣繁衍出來的 到你眼睛看得見 可能就是 我猜啦 幾千萬還是幾億的這個等級 看了先哦 好來 那我們這一次 來繼續有劇 這樣的話哦 這樣的話 你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 我們就是剛才示範的 挖這個出來 這個有白色的 有霧霧茫茫茫的 再放個幾天 再繼續放之後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到培養名 我們會到一個人到五個培養名 到六個培養名 到完之後呢 你們下週再劃現 再把精釘進去劃現 變成純化 變成純化 這我再告訴你們怎麼做哦 那這邊有 有點像粉紅色的菌 又有白色的 又有黃色的 你就可以一次挖一個來觀察 這是球菌 感菌 還是酵母菌 酵母菌很大顆 所以相對很大顆我們看得到的哦 看得到的哦 所以等一下呢 你們還沒有拍照的 可以來這邊拍自己的東西 然後呢 拿顯微鏡 剛才阿遠的塗抹方式 忘記了 你說 這樣子忘記了 可以示範一次 我就坐到你的位置 示範一次給你看 這樣子 OK嗎 好了 OK 那我們就